好 剛剛說要抓到第三季 可以持續確定看好的這個方向 第一個條件設的就已經大概清楚了 但是設嚴格一點 就是第二季的EPSB 第一季倍增 甚至很重要是有可以轉贏 至少第二季是不錯的 好 更重要是第三季才剛開始 第一個月的業績才剛出爐 但是你可以抓出第三季 會比第二季成長的 還有紀錄線型當中要黃金交叉的 好 這怎麼挑股了 這難了 我想其實前面有很多網通股 光通訊其實都符合這一條件 然後另外兩位來賓講的 也很多符合這條件 所以最近股價很強 但是我扣除掉在那邊之後 我剛剛三個條件都穩合了 包括了像漢翔 漢翔跟豐達哥都屬於航太相關概念 漢翔最近法人還在買 對 還在買 今天我一支同系都同買 然後聯亞就是網通相關的光通訊的部分 那光學股的陽明光 還有IPC 工業用電腦 鹽陽 你看到他們這是第一季 EPS 這裡都是第一季 第二季 EPS 都要倍增 然後把暨成長率 剛大家算出來了 漢翔成長186% 聯亞345% 陽明光126% 豐達哥油虧轉營 鹽陽126% 都是倍增或油虧轉營 所以我們看一下漢翔的部分 最近法人是買得很積極 前一段時間它其實要慢慢漲上去 結果也有壓 上禮拜下半鐘 上禮拜創高 對 創高馬上壓回來 壓回的過程當中 大家看到它是亮縮的 你看上次講 強股拉回時日線你可以不買 但拉回月線趕快 對 趕快買 趕快就上禮拜 都留下影線下影線 今天就跳上去了 今天就衝上去了 當然盤差一點 它留一點上影線 不過你可以看到 外資回來買了 投信今天也回來買 也繼續買 所以這一段時間它也買 之前有調接兩天 今天都回來買 所以我會覺得說 時間我們看長一點點來看 說實在基本上 我們就很簡單 它就是上升軌道 打回來就是買 如果說你 我還什麼時候賣 其實做一個平行軌道操作 什麼時候賣可以 對 這邊就有壓力了 對不對 來回回操作 依照它的股性的慣性這樣 只要不跌破的時候 上升軌道 都可以偏多操作 這條畫得很漂亮 剛好到月線 剛好到月線 往上 那如果這次上 第一個壓力先看上禮拜高 還是說不用擔心 上禮拜高 其實量各方面來看 我覺得還好 這個就是之前的高點 這邊的量比較大 還需要進一步來做一個突破 剛好就是之前的高點 所以這一波 應該到這邊就會有一些壓力 好 這是漢翔 這是今天外資投信 同麥股 聯亞 聯亞的部分 你看0.22跳0.98 所以看起來沒有說特別 但是開始轉機了 時間看起來 很多的 這個是第二季跳的這五檔中最多的 對 跳的最多的 那你可以看到 法輪裡面其實外資一直賣 他賣不下去 那過去都沒量對不對 這為什麼這邊全部出量 誰在吃貨 你賣的 我很多人來接誰在接 所以我們從這個角度來 外資賣不下去 股價開始慢慢震盪走高 所以我會覺得說 基本上他應該要先來挑戰年限 年限大家有壓力 不過趨勢上來看的話 我說實在一樣 一個上升軌道他不要跌破 基本上可以偏多操作 再來剛剛講到的陽明光 又是這個光 我說實在的 你看到盤到這邊盤那麼久 對不對 均線也糾結在這裡 我說實在 基本上月線的支撐是非常強勁 他只要不去跌破他的話 打回來都是一個 這個有一些買盤就進來 所以這邊不要跌破的話 應該可以逢低整節 豐達科我們比較少聽到 對 我想他航太爾 他的量比較少 這是第一個 先提醒大家流動性的問題 但是最近其實你看到法輪有開始慢慢買 那他盤了很久很久對不對 很久很久了 突破了這個禮拜 對 今天盤了那麼久 往上突破了 今天突破了對不對 你說算上影線也好 他也是突破了 所以未來他突破之後 連續兩天了 應該會回來震一下撤五日線 那今天流上也 所以明後天有量說再拉回撤五日線 沒有破 應該又是可以流油 會不會最近很奇怪 就像這樣 就是漢翔看到他一直高 追不上去 我就去找一樣航太的去其他各 對 會有連動 會有連動 因為下半年就是航太的旺季 你看波音也好 空八也好 都開始在生產 很大量生產飛機 因為要交機 所以對我們國內的航太的一些零組件 會有一些幫助 但是我要追的是那個強勢的第一主流 還是說去找那個替代 我覺得看業績其實還有成交量 我覺得主流 第一主流還是重要 第一主流還是重要 先突破了 不管是漢翔也好 風達科也好 應該是領先的指標 好 這是我們看到風達科 剛剛還有講到鹽氧 對 我想IPC今天大部分都回漲 是還有跌停的 對 今天跌很重 因為漲太多 最近漲太多 但是你看股價往上拉 基本面都很好 在今天有量說拉回 但是我覺得有沒有 今天很重要 這紅K的一半 我畫得比較下一點 其實剛好一半 所以最近可能在紅K一半之上 整理的話量可以說下一點 應該是屬於強勢整理 好 就是90塊錢守住的話 對 這裡紅K的一半 剛好90塊一半 那一半就是快了 這邊守住的話 基本上短線上強勢的整理 因為五日均線都不斷的往上爬 所以這邊來看不要去跌破的話 應該就可以去特別去留意一下 好 以上個禮拜五那天大量的紅K一半喔 對 一半 這個也是強勢股當中注意 這個支撐點不能破的位置點 好 謝謝這個建成 剛剛這樣講 財報步步高升 第二季比第一季倍增 重點呢 還有最近又在轉強技術指標 轉正股的部分 挑出剛剛前面分譯師沒講到的 還要做這些補充的可以留意 好 再來講到就是七月營收 七月營收最近幾天正來公告 很多個股創高 我們來看看喔 七月營繼續創高的 法縮會也許對於下半年說法有點保守 但是可以在七月營收創高股 是不是八月九月也不差呢 看今天有中壘續牆工漲停 紅塵 胡連 車用電子 還有新權豐泰 再來力望升陽辦 長榮南電 長榮南電其實也是低位接 但是營收都是持續創高的 那目前長榮貨櫃股的部分 今天是以回到一百塊錢以上的一百零一元 來到波段的高點 另外呢 月增成長股 這裡就不是創高 但至少月增成長 一樣有中壘 蓬城 胡連 新權 台陽 豐泰立望 升陽辦 長榮南電 個股還有金城銀 微軟 巨陽 四位行 信邦 好 這是營收今天陸陸續續在公告中的個股 立刻請見鋒上來告訴大家 營收 這時候就從七月營收切入了 最近幾天發現七月營收表現不錯的個股 但是呢 我們要把五大族群抓出指標股來挑 只要抓龍頭 抓指標的 沒錯 其實這最近就是七月營收一個公告期 那大家也可以很明顯發現 七月營收如果表現的年增的 或者說月增很多的 其實股價都比較好 股價表現上去會比較好 那七月份來講 等一下我們也會提到說 營收也有掉很多的 那可能在下半年的它的營收 或者說它的營運狀況來講 可能就會比較令人擔心 因為這時候就是一個分水嶺 對 變成真的是分水嶺 因為剛好又卡在一個高庫存 現在大家怕第三季跟第四季 很多人都高庫存 所以呢 它也沒有訂單 甚至說訂單會掉 人家會砍單 所以說在七月份以後 我認為這營收有沒有持續的年增 我覺得月增可能還好 有沒有持續的年增 最低要求持續的年增 能不能持續的年增非常的重要 七月份很可能是營收的重要分水嶺 對 沒錯 這下半年產業重要分水嶺的地方 因為七月之前都很好很好 對 沒錯 突然在七月很多就咚的一聲掉下來 那它接下來幾個月就完蛋 對 基本上的話 看壞的機率就比較大 或者說它股價雖然說已經跌很多 有機會利空出新 但是營收只要一公告 可能又遇到一點壓力 因為營收表現應該都不會太好 好 先說好的啦 好 先說好的 我們來看 其實整個七月份營收來看 目前以公告來講 目前看起來是像網通 族群 然後先進製程 然後車用 細經緣 還有再生經緣 他們的營收表現上是比較好的 對 那如果說以整個指標股來看 其實中壘的部分 當然剛剛前面也講過 今天就已經工上了一個漲停板 創下了一個波段新高 它當然是一個指標股 那它上半年EPS賺了3.09 重點是什麼 你看 它七月營收是年增64.06 你剛剛講年增很重要 對 年增很重要 至少說它今年還是比去年好嘛 不要說今年比去年還差 去年其實大家都不錯啊 但是今年又比 結果今年比去年差代表什麼 要衰退了 可以慢慢往下走 但是網通的我來講 以中壘的部分 它公告營收 七月營收又比去年年增的64.6% 所以說你看它也吸引到 外資來做進駐 其實投信有在買 那外資這三天又買了2000多張 所以基本上來講話 像這樣的個股 其實在後續的股價上面 就會比較有爆炸 你看剛剛有講過嘛 這個創高不用追 但是有拉回 其實這個中壘有拉回的話 我認為投資朋友 都可以好好留意 因為今天這樣帶量創高 原則上 明天整理幾率當然很大 只是說整理整理過後 再往上走幾率還是非常大 所以一樣的方式 就是這一根紅K的一半 對 大概一半左右 大概因為它會慢慢等 五日線 十日線 五上來做一個靠攏 對 等到均線靠攏之後 再去出手 我覺得都還OK 好 通常這種帶量一根長紅的 就是以那一天的紅K一半 大概一半 大概一半 直標啦 對 那再嚴格一點 就是等均線上來 等均線上來修正管理之後 我們再去找佈局的機會 好 中壘 那家燈 家燈的話 就是做先進製程的EUV的一個光照 因為先進製程 它越來越發展 它光照這個EUV的數量呢 會越來越多 它套數會越來越多 所以說 只要先進製程 它持續發展 成長性夠的話 那整個加登的營收期 還是持續的看好 那它上半年是賺了5.7 那它7元以後還沒有公告 但是原則上我是最近抓到 最近投信這五天也是買了343張 其實不只這五天買 其實投信已經買了一小段時間 有沒有 其實已經買了一小段時間 或是沒有統計到最前面 但是原則上來講的話 它股價最近也是在陷入整理 但是今天這紅黑棒我覺得不錯 它一個紅黑棒有突破 而且又有出來一點點 因為家燈畢竟股價最近比較高 而且最近成交量縮 但是它能夠有這樣的表現 守住這個均線的話 我覺得它往上挑戰261的機率 其實非常大 像這樣的個股 今天又佔回年限 但是明天 明天可能我看營收就差不多出來了 對 差不多出來 如果說營收又表現如預期的話 其實股價上應該有表現 那這種個股其實如果 前線上追會不會太高 我覺得還OK 因為它股價是經過整理的 經過整理之後才突破 通常這個都會有一小段 所以說 你說明天 今天進場或明天進場 我覺得應該都還是可以 都還是安全 因為還沒公告營收 但是看起來有機會是成長 對 有機會是成長 投信都有在買 然後再來是胡連 胡連是車用的一個連接器的一個部分 它上半年EPS還沒有出來 但是原則上也是表現不錯 但是可以看到它7月份營收已經公告 它年正44.1% 然後投信最近這五天也是持續來做買超 其實胡連之前就飆過一波了 那最近都在整理有沒有 那就是你看今天 已經收一公告就衝不去了 就衝不去 所以你看它整理這個一個多月的突破 通常都會 我都會把它當作是一個有效的突破 因為它一個月籌碼其實已經沉澱的很乾淨 就沉澱了 對 已經沉澱很乾淨 然後你看其實投信都是陸陸續續在做買超 所以這種個股來講的話其實 這後續再往上走機率就會比較大 就是橫盤整理之後一段 你看又橫盤整理之後一段 沒錯 剛才這前面就很明顯 那橫盤整理之後這兩個禮拜而已就一段了 那這整理一個月 整理一個月 通常這通常噴出去都會有機會 如果和它這邊整理越長越強 對 就我之前跟大家講 股價整理的時間越久 未來突破的行情就會越大 對 就是這個範例 好 那有點難追 應該還好啦 我覺得低跟突破還好啦 那明天稍微說不定盤中會回撤 回撤的時候再去做進場就可以了 中美金 對 中美金是矽盈 其實矽盈這次營收公告表現都不錯 你說像環球金啊 像合金等等都還不錯 那中美金的話你看 你七月營收也連成了27.9% 那上半年也賺了5.27% 外資這三天就買3900多張 等於是最近才持續在做進場 那你看最近才做進場 所以說這種個股 你看它經過這個下降區間也才剛突破 這種剛突破通常都有機會 持續再往上走 只是說當然它漲了兩天之後 稍微可以停看停一下 季線的150元 對 150元 其實它已經過了 其實它已經過了 今天過了 但是季線拉長來看季線之前 是過了沒多久就下了 對 過了沒多久 但是如果說在這邊整理整理 再站上去的話 我覺得OK 因為最近這個量也出來 然後再一個人跳起來的量 是有出來 有機會扭轉季線向上抬頭 對 我認為有機會 跟之前這樣下也不一樣 對 至少說它壓力的話 至少在這邊還有 這邊還有個缺口 這壓力比較大的地方會落在這邊 所以再往上走還有一段空間 所以我認為這一檔 中美金的部分 其實投資朋友最近是可以留意的 好 轉強股 這第一位階震盪的專強 對 第一位階震盪 這是我們看到中美金 在聲揚版 聲揚版就是在政經驗 一樣嘛 對 一樣是先進製成的部分 因為先進製成好的話 再生經驗通常不會差到哪 其實還有另外一檔 它的姊妹就是中砂 大部分比較常提到 就是中砂跟聲揚版 那聲揚版你看 它七月一收的確還是年增了 18.2% 然後投薪這五天也是買了1800多張 所以原則上來講的話 它股價也是經過整理 它之前創高過 你看 但是它經過整理 它經過了它這大概兩個多禮拜 你看 最近你看 投薪也是一直在買 對 投薪也是在買 又帶量去做突破 然後今天回測又拉出下眼線 代表這多方的確是有支撐的 所以我認為 它股價非常有機會挑戰這個高點 對 非常有機會 好 這是我們看到 從轉強股部分來看 台股最近就一萬五 甚至向下震盪 向戰喔 在打這個向戰 但這些個股是衝上來的 沒錯 我們今天抓出來的就是 營收好 然後成長表現不錯 要成長 還要有籌碼 這樣抓起來 投資朋友才可以看得出來 至少七月營收 股價是有反應表現的個股 但是呢 待會要講 要小心踩地雷的 有些地雷會爆炸的 下半年的 待會回來告訴大家 要注意哪些 不要踩雷喔 好 馬上回來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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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ream 解對 認真 說 砍 冷 示范